你需要两份护照申请 两份有效的身份证明 上面要有你的住址 比如说一份驾照 一份护照 你等于翻的可以 然后的话 那个Alan同学说一下 他错哪里 我刚才就倒了杯水 不好意思 你从来就 从来就在倒水 不是刚才 因为如果就是 你刚才倒了一个水 就被我抓到的话 那我就太厉害了 所以我要是点到哪个同学 哪个同学跟我讲说 哎呀 我原本我 其实就封明你一直在 来看一眼同学说一下 他哪里算错了 嗯 他说来 应该要 过来Library 请写一些表格吧 然后需要 两个护照 passport size photo 对那叫什么 护照尺寸型的照片 对护照规格照片 护照尺寸照片 或者直接翻译成叫做护照照片 这叫护照照片 因为护照照片是两寸的 你要拿个一寸的那就不叫护照照片 护照照片要求白点的 你等个蓝点的那也不行 所以就这个意思 你也需要带两个护照照片 还有哪些材料呢 最后一句应该怎么放呢 最后一句应该怎么放呢 我才刚收到我的澳大利亚驾驶指照 时间感觉刚好 可是我的中国护照上 只表明了我中国的住址 而不是在澳大利亚的 那怎么办 我现在收到我的书译证 现在是正时的 但我只能有我的中国带领域 在我的中国带领域 What can I do? Can I show you my credit card? 嗯,那地址那个词怎么能有什么发音 嗯,你查查数点,让你数点发个音给我同学 那我来查 Address Address I just received my Australian driving license, so it's a good time for me to apply for that But my Chinese ID only has my Chinese address, so would you please accept my credit card? 你有一个问题啊,你水平还是可以的,但是你漏很多东西,而且你就翻一些人家根本没说的东西,也不够严谨 那么的话呢,我们再放一遍 然后再换一个同学,Miley同学准备发一下 你的那个Miley同学的这个啊,作业等一会儿,我会给你看一下,如果那里有错的我会发给你,然后你自己下 好的 因为的话,大家如果不按时交作业的话,那个做的链接会被冻结住,那你以后想交,你过了期限你自己想交是交不上的 所以的话,那个,所以的话就为什么鼓励大家在剪完作业之后最好一个周之内就能交上去 要不然的话,那等那个链接失效了之后,你就又交不上了,然后就又要我们再重新解封 但是要解封的话,也不是说你想什么时候解就什么时候解 然后我们是下个周的周四啊,所有的同学都挺好的,应该给大家发个文件 周四的话呢,是总体的鼓作业的一个环节 你AP1到AP4所有有问题的那个天你都可以来 然后的话,是1点半到5点半,然后的话呢,就是之前你交不上了,已经锁住的链接那一天的话,就是总体给大家出去开放 所以的话,就像麦里同学等你改好了没有问题之后,然后那天链接就会开放 然后的话,你就会把你的那个交上去做 我给邮件发给大家的那么,提名指出了几个同学 他所有的作业都做对了,那么周四你是不用来的 然后的话,你的名字只要明显现在这个邮件中就说明你有没有通过的作业 你要是选择不来的话,就是你自己的事情 那么的话呢,但是你以后如果需要从GPCA毕业,如果需要GPCA给你出示什么毕业证的话 你只要作业有没有通过的,你的毕业证是绝对拿不到的 然后的话呢,你就会像有些同学那样跟学校联系 然后学校就会让我拿出时间给他单独的补作业,把他作业补好 那到的时候你就需要跟学校安排这个事情 但是的话呢,不是说,很多同学他做这个事情都是他马上就需要这个毕业证了 然后他就跟学校说,我很急,能够马上补,没有那么好的事 我跟大家讲要调作业的时候,你不听,然后的话你去干自己的事去了 等你真的需要这个作业要通过的时候 你就希望别人能够马上的拿出时间来给你补 这怎么可能呢,I have my own plan 每个人都有你自己的agenda 不能说是你需要别人的时候,就让别人马上来 Acommodate your needs,这怎么有可能呢 所以的话,等你需要拿这个毕业证的时候 那么还要看我们有没有时间,就像我们 所以之间那也是下周四统一安排的 所以的话,下周四来不来 如果有问题的同学,这是你自己,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但是你自己的选择,you need to take all the consequences 你就要承担所有的后果 然后的话,至于刚 in low的那个同学 你从来没有做过作业,你星期四是不用来 因为星期四是以前做过作业的同学 有问题是不作业的 所以比方说,那个PQ同学 那你就不用来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 还有就是星期五和星期六 我们是又轮到做ATE了 所以的话,又说做ATE的话呢 那个新颖肉的同学 那你们都是要来的 那其他的同学的话 以前做过ATE,且ATE已经通过了 星期五和星期六两天,你都不是要来的 那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就是对于下周四五六这三天的安排 谁需要来,谁需要来,谁不需要来 有没有同学 没搞清楚的 有的话就现在问 没有的话呢 那我们就来继续 来继续 麦里同学,对 我再放一点吧 你可能已经忘了什么啥东西 可是我的中国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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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表明了我中国的住址 而不是在澳大利亚的 那怎么办 我只得到澳大利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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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的同学呢 说时间刚刚好 怎么算 下去 good timing 下去也要 good timing 或者 perfect timing perfect timing 那good和perfect有啥差别吗 可以别说 还有什么别的说法 我跟你讲哈 这个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好像不加圆 然后的话呢 看一下 there's good timing 然后的话 或者说 what good timing what的话 就变成了感叹句 然后的话呢 good timing的话呢 你好像就把这个时机 这个词 变成一个故 你说 it's a good time 的话是对的 然后的话呢 it's a good timing的话 好像 不加圆 会更好一些 然后的话呢 right on time every piece of ice right on time right on time 是完全可以的 然后的话呢 加圆哥好像也行 也不是说 timing完全不能加圆 然后其实很多的时候 简写的话 就比如说 比方说 你应该就说 great timing 你本上不加的 多 good timing great timing 都可以的 然后的话呢 好 那么来听下一句的 好 那我们来听下一句的 好 好的 来 听二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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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银行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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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你就跳下去 银行的那个statement 应该是足够的 或者可以用那个 medicare card 就是你的医药卡上 应该有你的名字和地址在 不记得是右上角 还是左上角 不会的同学 查一下 medicare card 英文应该怎么翻 bank statement 中文应该怎么翻 还有 然后的话呢 TQ同学有一个问题 你的翻译特别生硬 英文有什么字 中文就翻什么字 导致中文听起来 根本不像中文 比方说 it needs to have your address on it 你就翻译成 它必须要有你的地址在上面 你觉得你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就把每个字都写出来 你念一下 你平时会这么说话吗 叫它必须有你的地址在上面 这并不是一句流畅的和减确的中文 从中文语法上来讲 这句话是错的 那你怎么把你这个话 改成听起来正常的中文 一定需要有你的阻止 对 你就把eat needs to do needs to的eat 声调和unit都声调 这个中文听起来 还正常一点 如果的话呢 你水平更高的话 你不需要声调那个unit 那你就说 上面必须显示你的住址 那这个听起来 也像非常正常的中文 所以这个是你需要 以后注意的地方 然后的话呢 我再找一个同学 把同样的这一句翻译 来刘静怡同学 不是的 你必须要 不是的 上面必须要有你的住址 我觉得银行的 银行的 叫什么 银行的全款 对账单 对账单 是可以的 或者如果你没有银行 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你也可以用你的全民医保卡 你可以找他开一个官方的信 上面会写你的姓名和住址 在信的 左上角 对 你究竟翻译是可以的 但你这个人有一个问题 你老是要改 然后改完了 改之前 住址和住址 改没改完 没有任何的差别 对 然后的话呢 bank statement 你就翻译成银行对账单 一般我们就翻译成银行对账单 也不要翻译成什么银行声明 什么东西的 有的人翻译成银行结算单 什么东西都可以接受 Medicare卡 你可以翻译成全民医保卡 就是澳洲的 全民医保卡 有台湾同学要翻译成健保卡 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然后的话 有些人翻译成公费医疗卡 都可以接受到 然后的话 甚至你就不翻 你就说你必须拿你的Medicare卡 因为Medicare 还有Centerlink这些的词 都是特别耳熟能讲的词 所以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完全不翻 也是可以的 但是bank statement 你不能说选择不翻 这其实不行 好的 那我们来听下一题 好的 听起来不难 我是配偶移民过来的 目前还没有找到工作 要成为会员 需要交什么费用吗 有年费吗 那你说的 Rita 匠师 费用了 Rita 匠师 OK 目前还没有找到 货币 费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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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cias OK Sounds It sounds not that difficult I'm here with a sponsor visa I haven't found a work What's required for membership Is it an annual fee? Applying For the membership Yeah Do I need to pay to get the membership? 人家问的是要交什么费用吗? Does it cost to anything to become a member? 那你是配偶移民过来的 那你拿的是啥签证呢? Partner visa? Partner visa 现在的话,配偶移民拿的是配偶签证 配偶签证就叫Partner visa 每个人能够看到我的谷歌吗? 可以 特别是谷歌 就是那个什么 那么呢,现在的话 就是说移民局它天天的变 那么的话呢,现在就是说 Family和Partner visas 这是这一类的大类型 它这个类型的话呢,有很多 所以的话呢,你比方说 你赞助你父母的啊,什么什么的 都是什么 然后的话呢,现在的话呢 以前它确实是叫做 Spouse visa 叫做配偶签证 Spouse visa 但是现在的话呢 它确实是改成了叫做 Partner visa Partner visa 所以的话呢,这个地方 大家如果用Spouse 或者是Partner 都可以接受 但是不能说Sponsor visa 没有一种 visa类型 叫做Sponsor visa OK 然后的话呢,那你看 现在的话,现在看移民局的最新统计 如果哪个同学 有没有同学 为自己的父母申请了签证的 我们这个群里面 有没有 好,大家都还没到那个阶段 连自己都没申请上 有没有帮父母申的大家 一块都没有 那现在的话呢,就是这种 804是容不付费 这个是age的parent 是65岁以上 基本上那个正常的就是 这个parent visa 103 这个字的话呢 就是说不付费的 但是不付费的 前面 现在这个4月份 最新的统计的话 在数据库里面 有5万周的人 然后的话 不付费的一年 好像就批那么什么 1200来个人 还是什么的 这意思就是 基本上等40年左右吧 基本上是彻底没处 所以的话呢 就是现在弄partner visa 是彻底没处 如果要撑死了 你如果说父母特别老 你可以整成age的parent visa 就是 比如5岁以上 那个系统里面 有1万多人 但是照这个的话 也得等个10来年 也不行 所以的话很多人的话 他就他 他一开始申请不为钱的 那个parent visa 后来的话 他都要改成这个改钱 叫contributory parent visa contributory 就是我们说的 付费类父母移民签证 然后付费类父母移民签证 现在一个父母呢 大概反正就是5万澳币左右吧 2万 嗯 2万 5万 一个人 5万吧 现在 之前是 早 一直是5万 以前是慢慢的是 以前是便宜的 那现在是慢慢的贵的 但是好像 嫌疑的时候 你说那个2万的时候的话 这个 现在的话 他他现在的话 就是说这个签证是3万1亿 然后的话呢 再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什么 其他的费用 差不多能够到5万 但是的话你可以 这个3万1亿这个 最起底的这个来算 但是哈 这个 这个的话 为什么叫stay两年 这个不是temporary 所以我心想怎么是3万1亿呢 不是temporary 涨价 涨价 涨价的非常之快 澳洲不靠移民政签靠行之前 你知道吗 美国的这个移民局现在要倒闭了 为什么呢 然后的话 因为移民局的话呢 他收入的 美国的移民局也是 他收入的90% 是靠处理各种移民签证的申请费 然后的话呢 做他的这个资金来源的90% 然后美国这个自从封了国定之后 然后现在不是全世界都封禁吗 哪有还有什么移民 然后的话呢 他这个申请费就收不上 所以导致他这个移民局要大量裁员 那移民局都经营不下去了 然后我看一下 contributory parent visa 对这个143 这个是永久的 看他多少钱 这个的话 4万7啊 就是我说的差不多是5万 4万7 一个父母4万7 你把俩父母一起买 过来的话就大概准备10万奥利 左右吧 然后的话就会导致有很多就是 就是那个parent visa 不要钱的那种的 他就会 因为parent visa的话呢 你就可以随时撤掉那个申请 改成这个付费类 免费父母签证 排队类父母签证 就是付费类 现在付费类父母签证的话 好像在移民局系统里面积压的 也有4万多个人 然后的话呢 移民局付费类父母签证批的多 他一年批大概六七千个 他那个cota六七千个 你按照现在如果说 你现在开始给你的父母申请 contributory parent visa的话 你大概要等8年 才能够轮到你的父母 一开始的话呢 这个签证批的快 大概两年之内就能够批 后来慢慢的 我有一个朋友的话 那个去年 去年什么10月奔康拿到 他就等了3年多 所以到现在你要去开始申请 基本上要等8年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的话 就是 有人以前升过那种免费的 然后呢 他觉得等40年是根本 是mission impossible的事情 然后呢 他就会中间变成 这个143 contributory parent visa 你变成这个的一个好处 就是你做排队申请的时候 就比方说 比方说 我自己的这个父母 我以前 我13年就给我的父母申请了 这个免费类的排队类签证 那时候的申请费 就说你不是申请免费的吗 那个时候是6000 所以的话 他到现在 他已经在这个排队里面 等了7年了 然后的话 我要是觉得现在 就是等不了了的话 那我就可以转成 这个contributory parent visa 那么的话 他之前7年的这个等待期 就可以算上去 就是说 就相当于 比方说你现在申请 你需要等8年 但是我现在转 我可能一年之内 我就可以转成了 因为我已经等了7年了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的话 那个 我的话呢 就是还没有想好 是不是要帮我的父母 这个钱都没问题 这个很少的钱 但是的话 关键就是 我也不知道 我将来在哪 我把我父母整澳洲 我不在澳洲了 那就 那就没意思 反正呢 就是形式吧 就是这样子的 我希望这个澳洲移民局 能够提高这个门槛 就比方说 他现在变成一个父母10万 但是的话 就是很快就能来 那我还宁可去申请这个钱多的快点 他这个 这个等 不过我要是把我的父母转的话呢 因为他们已经在排队时 那等了很久了 所以的话 要转的话应该也挺快 这就为什么现在 付费类移民签证呢 越等时间越长 因为有很多的以前 就像我这样的 申请过免费排队类的 那现在我都不想再排队了 因为觉得时间太长了 然后我就会转成付费 就会变成付费类的就是 越来越多 因为的话 你现在申请 但是我是 早就申请过的 我转成这样 就我会把你的今年的名额 那个quota占掉 就会造成你等的时间很长 好的 然后的话 好 那我们来听下一次 Well it's free for students here but otherwise it's 125 dollars per annum or 25 dollars per quarter if you've got a current student card from another college 对 同学 这个对学校的学生是免费的 但是如果你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的话 就可能会有 150 10 105的费用 然后或者是交25 给每一季度交25 如果你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卡的话 嗯 current student card 我想问大家哈 这个current你想翻 你想怎么翻 他经常问说 is your password current you need to provide your current driver's license number 大家说这个current 怎么翻 有效 有效 对 然后的话你这个只能翻译成valid的那个意思 因为你不能翻译成说当前的学生卡和现在的学生卡 这个听起来中文是很奇怪的 然后的话呢 或者的话呢 你把这个current这个词完全省掉 比如说这个词没有任何利益 就是说是 you need to provide your current given part 那你就说你需要提供你的学生证 当然这个隐含意思也不能说提供你过期的学生证 所以啊 可以有这么两个选择 那么的话瑞同学有一点犯错了 大家说哪里 他是不是说如果你有 你是别的学校转到这个是要每年125 或者每个季度25 你觉得每个季度25便宜还是一年125便宜 每个季度要平一些 那你觉得他们学校为什么125贵 然后25季度便宜 难道让你分期付款 记录交就可以少交点钱 你觉得有这种思维吗 一般的话都是love some交便宜 你奔证交它反而更贵 就比方说我收到一个council rate 然后一年要1000块钱 然后他说你可以选择一次性long sum付款1000 然后的话呢 在7月份之前交上去 due date7月 你也可以给他分成4期 每个quarter交300 那是不是都是这种逻辑 哪有人说 你可以一次性交1000 或者是一个季度交200 一个季度交200 那么乘4还800 比1000还少了 澳洲人虽然数学不好也没不好 到这地步呀 我昨天在那个lancol的那个官网上 他就那个他50毫升的是 是多少钱是那个 嗯29 然后100毫升的是66 然后我想哎 那我干嘛不买两瓶 50毫升是吧 还58吗 还省了8块钱 对澳洲人有时候数学不好 是怎么回事的 然后但是的话 那个你现在 就经常在Facebook上有的人 他就嘲笑 他就在Wars拍广告 然后的话呢 就说什么大白菜 原先5块钱一个 才说是better than half price 现在的话 2块8还叫better than half price 你5块的half price明明是2块5 你2块8很好意思说better than half price 有时候出现这种乌龙事件 但是这个博士乌龙是因为你们没听懂这个意思 有谁听懂了跟我说一下 没有人听懂 他是不是说就是如果你现在有学生证的话 就你现在有有效的学生证的话 你是可以付25块每期度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证的话 你就必须要买免费的那 你这个理解差不多 但是你没把自己表达清楚 那么我们再本案找回来听一下 Well, it's free for students here 所以话它分三类人 第一对于我们 Southern Cross College的学生是free的 这是第一类人 but otherwise 对于没有学生证的人 对于没有学生证呢 当然不是任何一个学校的学生 就比方说 就比方说 我爸爸 他肯定啥都没有咯 他就是一百二十五 这是第二类人 or twenty five dollars per quarter if you've got a current student card from another college 那么第三类人的话 就是有学生证 但不是他们 Thousand Cross College的人 那么的话呢 就是一季度二十五 也就是说 你这个完全没有学生证的人 的话呢 就是一年交一百二十五 然后又有学生证 但不是我们学校的 就一年交一百 是我们学校的就零 大家还不明白这个意思吗 好 下一句 这可比我原想的要贵得多 但是 我刚刚注册了一个成人移民英语进化课程 这样说起来 我也还算是学生 我能用这个来申请优惠吗 sorry 好 Calvin it's a little bit expensive but it's more expensive Then i thought And what I thought demás I just introduced 啊 chananyingu ch prominu 白设计 我叫你 我教设计 我是我是英语课计语课 所以我一学生 可以一起去设计划吗 好,再换一个工具,它告诉你什么工具。 它是比较贵的,比较贵的。 但是我只是习惯了自己进入了英语学习。 我认为你用字典查。 我认为你用字典查。 同学查一下 同人英语课程 英语计划 课程 应该怎么翻译 每个人查一点告诉 内容 同学查一下 那个 一把头 怎么翻译 能不能翻译 汪热 Pereira融化 成人圄画 甘税 東匙 你查到的什么告诉我 Adult Migrant English Program 那Linda同学说吧 Adult Migrant English Program 那你把中间这个MIGRAT这个词用字典发个英文 MIGRANT Adult Migrant English Program 这个就是基本上你来了 然后的话呢 提供510个小时的免费英语课程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针对水平非常非常低的 然后新移民都有这种课程 像大家如果靠技术移民的同学的话 是不可能参与这个课程的 因为上这个课程的人 雅思一般达2分吧 你这个课程的人 这下个不考雅思吧 然后的话呢 我就说他最应的水平就是雅思大概2分的水平 然后这个一般的话 适用于投资移民的那些人 510个小时 甚至是比方说我把我爸妈弄过来 他们就可以去上510个小时的课程了 当然啊他们上完了 究竟也啥也没学开 他都那么老了 还能学出点啥呀 好 那么的话呢 那这个我重新上一遍 然后的话那个艾斯良同学 艾斯良同学上哪儿去了 等一会儿你准备翻一下这一句 我再放一点 贵得多 但是 但是 我 你一个人提供的笔 你一个人提供的笔 好 Can I still Can I get Yu Hui OK 你需要全方位的提高啊 你这个发音错误非常非常多 好的 我们换一个同学 我看一下 来 达林同学 你把这个东西算一下 That's more expensive than I expected Well, I just registered for Adult migrant English program So technically I'm still a student Can I Am I eligible for that? 你把这个词一打多了也发错了 你再去查一下 再就是我刚刚注册了一个课程 你这个 你在澳洲上学的同学 你天天选课 Oh, erode I just erode 对,enrode in 或enrode at 什么都可以 然后这个program前面要加 你不能说 I just enrode in adult migrant program 叫做什么什么 Program 然后的话 Technically 这个词你用的还是不错的 这样说起来 我觉得 theoretically 很practically 什么的都可以 那最后一句的话 你没有犯罪 最后一句话 Can I use Can I 他说 我可以用这个来 Can I Can I 这个我也比较 Can I use these to apply to apply apply for the membership 那优惠呢 Or can I use this to apply for the discount 优惠的话 Discount 这个东西的话 一般政府 Bgo好像不给你 Discount 你去Bgo 买东西才有 Discount 你比方说 你那个澳洲的 这个学生 Concession 对全日制学生做的这个 那个半价公交卡 它叫什么 每个人 Concession Concession 对它叫 Student Concession 所以的话 它由政府给你的 这个优惠和折扣 或者说是 公立机构啊 大学啊 Student Concession 然后的话 它一般不叫 Discount 然后的话呢 就叫做 Concession 就叫做 但你说是 求医生费 然后的话 这个的话 比方说 你的学费要打个准的话 那个好像也不叫 肯钱什么 我想 医生费的话 好像本身的话呢 就是 就是有一个 Concession 然后就是说 那个 如果说 你这个 你如果拿的是 那个政府的 Disability Pension 或者是 Low Income Health Care Card 的话 你就直接可以申请 这个 Concession Fay of the tuition 那个一般都是 很很很便宜的 或者那个学费的话 就是 You may be eligible for a concession on tuition fee 这个类也行 然后呢 学费的话 会不会说 给你打个择 给你送个 Discount呢 看看 Discounted tuition fee 这个的话呢 好像也是可以接受 Discounted tuition fee 然后的话呢 就是 在这儿的话 就是说 这个 图书馆 说这个图书卡 的一个折扣 优惠 你可以用 Discounted 也可以用 concession 但是 设计 好像 可以选个正式 然后这个 注册了 这个课程 一定要用 enroll 不要用 register register 那个的话 那个不是 选课 从来不用 register 好像 我 i'm afraid you can't do that you have to be a curent student of another tafe college or university otherwise the concession policy doesn't apply to you tony tony 同学 这个恐怕不行吧 要是你有其他 tapf学校的卡的话 也是可以的 但是后面还拖了一句什么东西 我们没听不太清楚 嗯 汤马斯同学 你听了吗 嗯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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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没 那你准备好 来听下一句 好 那我下一句 Rachel同学 嗯 是说就是 我 这恐怕不行 你必须 有 tapf 我不知道怎么翻 技术的或者是 大学的学生证才可以 享受这个学生优惠 嗯 你这个把两句比成一句了 不鼓励这么翻 我现在要出来三句 来瑞同学 我恐怕不行 你除非是现 你除非是高等 有没有说 高等教育接受者 如果你现在在 tapf 这一句是 职业 职业高等职业学校 或者是大 呃 或者是专科学校 或者是大学 呃 才能适用政府的学费 呃 减免政策 你放的也不动 那么的话呢 再找一个同学 把这个东西翻到 三乘三句 翻好 我看一看 张静怡同学 我恐怕这样是做不到的 呃 呃 接受你这个 呃 呃 这个翻译基础太差 就是英文听懂了中文找不到词 这个的话呢 需要多多多上课 多练习 这样呢 中英版本才能更好 tisn't apply to you 怎么算呢 不适用于你的情绪 对 不是用 就是找不到这个词 那么每个人 查一下 配付 那的全名是什么 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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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词词 词词词词 《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谷歌吧 《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 那么它的中文是什么 《技术》 《技术和继续教育学院》 那么的话呢 你也可以称之为绩效 可以了 甚至有的地方叫做 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都可以 否则来就开始 不就继续教育学院了 但是的话 你就可以简称成绩效 我觉得是最好的 因为的话 你这样的一个type 你也可以翻译成 即教学技术学院 然后的话 college你就翻译成大学 然后university你就翻译成大学 因为大学相当于我们的大本嘛 当然啊 在澳洲的话 很多的高中 其实它就叫college 大家知不知道 它就叫 比方说 secondary college 这个可不叫做什么第二大学 college 对 很多的地方的话呢 比方说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谷歌 是吗 嗯 它就是个high school 嗯 然后的话 high school的话 就是什么 是不是 六到十二年级的 然后六到十二年级的话 那个分成六到九和九到十二 还是六到十 或十到十二 不忘了 反正它分成junior high school 和senior high school 就是我们中国说的初中和高高 嗯 然后的话 secondary college 的话呢 就是叫做中学 嗯 然后它就分成啊 senior 还有 high school 然后的话 那个 啊 在这儿哈 你当然就是翻成大专 会比翻成高中 切合一点 因为它这个很明显 它这个乙境 嗯 它不指的是 它这个乙境里面 它表的绝对不是高中 嗯 好 然后的话 那么我们再翻最后一句 来托马斯文贤 你准备一下 我明白了 那我也没有办法 就只好托一把说我 我想了解的就这么多 这个星期我会再来 办理一下路不远的手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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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 但是我没有选择 所以我必须要 支付125 然后我会再来 准备更新的 用选择 用选择 嗯 你翻出来的那些东西吧 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关键就是 你有一堆东西没翻出来的 你有一堆东西没翻出来的 你 来高家同学 你翻吧 来 来 嗯 I see um but it seems I have to pay um 125 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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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 我自己说一说 我刚才我已经没得很记住 我要求找一个同学 把他这个说的 我现在再放一遍 然后的话 那个 然后这个 安波同学还上线了 我再放一遍 安波同学来跟我翻翻呢 你能说话吗 上线了 来 上线了又不说话 那我也不给你牵到 我再放一遍 就是说 把这个东西完整的翻出来 好 家里同学等 听了一下 还说几句你就要翻几句 不要人说五句你翻三句 我想了解的就这么多 Otherwise the concession policy doesn't apply to you 我明白了 那我也没有办法 就只好付一把说我了 我想了解的就这么多 这个星期我会再来 办理一下路不远的手续 谢谢 办理会员的手续 好 别的同学说一下 他漏了什么 Thank you 还漏了什么 对呀 我跟你讲 人家说几句你就要翻几句 这个地方他说了八个点 你给我翻出来六个点 算怎么回事 他说的话都白说了 你做翻译的目的 可不是把人家说的话都给省了 就只好说一般说 我想了解的 就这么多 这个星期我会再来 办理一下洛会员的手续 谢谢 谢谢 再见 都被你省了 你平时你要是说出去做工作 被你省了是可以的 但是的话呢 你现在属于学习翻译的过程中 你学习的过程中 你不可以省 因为如果你在学的时候 就对自己要求这么低的话 等你出去做工作 那就会你把80%的信息都省掉 因为你习惯性的 人说的你都不烦 如果说你做学习的学生的期间 要求自己百分百翻的话 那你做工作20%的还是会被你省掉 因为你会习惯性的 你觉得很懒 你觉得他说这个话没有用 你觉得他说这个话都说了好多遍了 为什么还要再翻 你现在的话不能收 好的 然后的话 我们现在做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活动 来我考一下大家的数学能力 我现在把这个屏幕 我看看 大家现在能不能看到 能不能看到我这个图片 能看到吗 可以 我这个数学题的图片 好 现在每个人 每个人给我算算 这个答案 选什么 读一下 他没loading出来 你看不到小图片 你只能看到大的 那个东西 是吧 等一会 数学好的同学 准备 现在能看到吗 可以了 数学好的同学准备展现一下你的才能 那么我们先走一下题 他说排除掉APAC和MENA 那你就看一下这个表 APAC 这个APAC其实就是Asian Pacific 然后的话呢 MENA 大家知不知道是哪儿 Middle East and Africa 这个是国际上通用的对地区的华分标准 然后的话说排除掉这两个地区 How many new subscribers will there be at current growth rate by 2025 那意思就是说到2025年的时候的话呢 以目前的这个增长率来算 会出现多少个新手机用户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那这个图片展示的就是现在全球的手机用户 有多少多少百万 那你按照现在这个趋势算 我给你几个提示啊 首先你看 他这个按region排区 然后2012到2016年是多少年 四年 2016到2020也是四年 但是现在要问你从2020到2025 这是五年吧 然后的话呢 他说以现在的增长率 那现在的增长率呢 你要是自己算一下的话 这几个年确实都是隔四年 但是2619.1982 他好像不等于3152.2019 他如果说按照现在的增长率的话呢 每四年增长的情况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的话呢 那你就要想一下 按照现在的增长率 你是用2020-2012呢 还是用2016-2012看得到多少 2020-2012 那你看最近的那四年 那你的意思是说 最近的增长率就用2020-2016就行了 那反正这个是大家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为什么让大家做这个有意思的活动呢 因为的话呢 就是我最近在做这个题 然后我很郁闷 他这四个选项 我算出来的没有一个跟这四个一样 所以我让大家帮我算算 你能算出来哪 如果你能算出来和这个一样 你跟我表演你这逻辑是什么 老板你叫大家帮一帮 老板你叫他大家帮一帮 有一个断树呢 我这算了 这就能不能起 这就是这就是这种节奏 像我所所在的地方 这个是两个101的这种 不联合你 你不联合你 你不联合我 不联合你 那种节奏 这种节奏 但是今天 感谢观看 你可以拿手 这个肯定要拿手机算的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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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跳都有临时的 好,我问一下别的同学 Alan同学,你算出来了吗 没有啥想法 啥 看吧 全部都是其实是在那块骗人的 谁谁在算 Sophie同学,你算了吗 我算了,但是我怎么算都是337 你有什么那个东西,你有什么方法算的 我就拿CRS那个嘛 然后我不看2012年了 就只看2016到2020了 那239除以223 就是它的增长率 按照增长率的五次方 去乘以239 这样成 那你只算了一个区啊 它现在的话呢 new subscribers要算全球啊 就要把它们都加起来出是吗 你如果说是算全球的新币 你如果说是算全球的新币 比方说现在Current Growth Rate 现在的话有两个争论 第一个是说什么叫Current 从2012到2020算Current 还是2010到2016 假设我们都认为是2010到2016的话 那你就是需要把这个 2016这个213 然后加455加453加363 303不这样 加292加47 全部都加一起 这个总数是多少 然后把2020的这些总数加到一起是多少 然后用2020的减2016 那就是说在这四年期间除了这两个地区 全球一共新增了多少 这个是你把全球一共新增的弄出来了 然后的话再除以4 就说每年全球会新增多少 这个就是Current Growth Rate吗 你按一个区的Growth Rate来算 和我们加一起算 它其实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呀 那么的话你加一起的话 就是说这个除以4乘以5 但是的话呢 我用这个加一起除以4乘以5 也是得不到任何一个ABCD的一个选项 有没有谁是算出来ABCD哪一个 跟你是一样的 大力同学你咋算呢 我算了一个三五多 你是用什么逻辑去算的呢 我就是把它们都加起来 然后算那个平均数 然后你用418.2减7370 除以4乘以5 418.2是哪个的总数 我是2020年都加起来 除以5就是 它那个平均的 就是Global的平均 然后2016年 就是除了那两个 加起来除以5就是 全球的平均 所以是2016年的平均是370 2020年的全球平均是418.2 你为什么要算全球平均呢 那个有啥用呢 我也不知道 那算全球总数吧 你算全球平均就是变成了全球每一个地区的平均 根本没有用啊 你算的是全球总数啊 那么我一开始的话是用了这个 用这个2020去减2012 这样的话 因为我把它这个Current Growth Rate 理解成就是这8年的Growth Rate 因为你不可能按照负年期间 因为这个23-195得出来的数 23-195得出来的数是不一样的 而且每个国家的Growth Rate 也不一样 你要说Current Growth Rate 只能是全球平均一块 我一开始就用2020-2012 然后呢得出来总数 然后除以8这个8年吧 然后再乘以5年 它得不出来任何ABCD的一个选项 后来的话同学说 那么的话就比较2020 和2016就行了 那么的话再加起来再弄 也是得不出一个其任何选项 别的同学的话 谁得出来的 静怡刘同学 您能算出啥道的吗 没有 所以就看大家看来 不单我水平不行 大家水平都不行 当然有可能这个题是出错了 但是更有可能是 我们根本就没有找到解题关键 有可能我们这个思路不对 这其实每年的增长 就是变化 所以的话它这个思路 咱们没有找到 那既然每年的增长不一样的话 那既然每年的增长不一样的话 那它既然能这样问 它应该会有一个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以什么为依据 我以为大依据 但是就像我说的 你所有的就是 除以4乘以5 你有一种增长的话 它算是ABCD上会课 所以的话就是 其实的话有的时候的话呢 咱们总是觉得咱们和本地老外相比 就是觉得我们的语言比它差一点而已 但是可能差的更多的是思维 而且很多的思维是你根本意识不到的 为什么它会 它有可能比方说你去找一个你的同学 他在这上了高中的 或者是怎样的 有可能他就能够找到答案 我就是说除非这个题舍错了 有可能他能找到答案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 它比咱们强 它比咱们好 但是呢 他因为他在澳洲长大 他接受澳洲教育 他的那个思维跟我们不一样 这个题很明显的就是一个解析思维吧 你不把思维找对 你这个 咱们都不缺数学能力 而且的话呢 加上计算机的话呢 肯定是更不缺的 但是你要是思维找不对的话呢 你肯定是找不对答案 所以就是说 我们跟老外 或者说我们跟那个 在这长大的ABCD 其实有很大的差距 它这个并不 我的意思并不说 它们比咱们强 但是的话 它这个差距就是说 很多是思维方式上的差距 但是由于的话 那个我们现在是个非主流嘛 社会的非主流 那你出去在职场也好 或者你找工作也好 或者是正式的做工作 在职场也好 或者怎么样的 就会让那个你的上司觉得 你的水平不如他 他这样觉得 也不是因为歧视你 或因为你语言不好 而是你确实在工作表现中 你不如他 你工作表现不如他的 主要原因的话呢 也是因为 你的思维方式就不对 咱们思维方式不对 那是因为我们从小没找到这儿 好的 360啊 你怎么算出来360呢 有答案吗 谁说的 我说有答案吗 没有答案才找你算的 有答案还要找你呀 有答案我自己研究了 我算的是你用那个2020减去2016 2020减2016你怎么就能够360了 你用哪些个国家减 他的那个总数 你就是用2091减去1850 除以1850 这个是他的那个rate 然后 然后你除以 除以4 然后就是每年的均长率 然后5年你是用 1加上 0.032567的5次方 然后 你再 为什么用的是5次方呢 而不是乘以5呢 因为他那个 growth rate 他每年他是按次方 不是按那个5倍 是按次方来算的 你说我每年的增长率是20% 所以的话 今年比明年是20% 就是100到120 明年的20% 就是120 对 所以是要按次方来算 他可能这个差距在这儿 对 我也是用除以4乘以5 我并不是用这个 就是说 乘以什么什么增长率的5次方 有可能就在这儿 等于我用你的这个思维 我再算 好的 那么现在大家休息15分钟 然后的话呢 到2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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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